哈囉大家好我是祥靈 神奇寶貝模組3.3.8終於更新了 那我這次當然是使用上一次的存檔啊 那這兩個人都還在喔 這兩個人 什麼叫做這兩個人都還在我到底在講什麼 好啦 現在的話呢 就是這一次的版本更新呢 他是添加了不少的新的神奇寶貝進來 那在其他更新的部分就比較沒有什麼啦 那比較有的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是禮物禮物禮物盒子喔 他主要是給聖誕節的禮物啊 所以你點右鍵的話呢 他就會現在是說我已經打開過一個聖誕節禮物了 那他這個打開之後是給了什麼 他給了我一顆蛋啊 但是這個蛋裡面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那但是呢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現在重點就是要 介紹他所 更新的這一些 新的神奇寶貝 那麼首先要按照順序來介紹的是瑪麗露喔 瑪麗露的話呢就是長這樣子 叫他們過來吧 喲他們過來了 瑪麗露很可愛對不對 瑪麗露真的是 非常非常可愛的 非常非常可愛的 他總是會有更新這一些很可愛的神奇寶貝出來 那左邊右邊這一隻呢是非閃光版就是原始版那左邊這一隻呢就是閃光版的他的顏色呢就是這邊有差別而已 我們再把他收回來吧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欸我怎麼把他叫出來 回來回來 好像有點錯亂耶 喔看來不是他錯亂是我錯亂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再來的話就是 瑪麗露呢可以進化變成瑪麗露 瑪麗露這是一般版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閃光版的瑪麗露 他們的顏色的差別呢這個 這個這個看 這看那個小圖有的時候還會差點霧以為他是雷秋的那這個顏色 那他就是大了一點耳朵呢有一點點的彎曲然後會跑來跑去跑得很快 那你的尾巴他的尾巴都是一樣是一個小圓球在那邊很可愛的 他是不能騎的不能騎在他的身上 能騎的話應該也不得了會把他壓扁了他走過來好可愛啊 好可愛喔瑪麗露跟瑪麗露真的是很可愛 我這一次加了這兩個 進來之後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 太可愛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真的很可愛 我們再來介紹的是接下來的是這個 太陽珊瑚 太陽珊瑚呢也被加進來囉 太陽珊瑚的話呢 也是屬於可愛型的他會晃來晃去 然後模型的製作人呢好像都是同一個 所以那一個人真的是還蠻辛苦的 每天要一直在這邊弄這個模型出來 那左邊這一個是不是一般版的 那這邊 那個跑掉的是閃光板他跑掉了 他跑這邊來了 閃光板的哎你跑這邊來幹什麼 就是你了 對 太陽珊瑚哈這邊就是一開始介紹六個那他後面還有一大堆喔 其實這邊說是有六個其實只有三個而已啦 另外的就是那個閃光板那有有的人想要知道說閃光板是怎麼叫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說 像這個指令你把這個名字給打出來 這是雪拉比 雪拉比在最後介紹 那你在他名字打完之後後面空格打一個S 那你就是把閃光板給叫出來了 好記得就是打個空格後面加個S就可以出來了 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 其他的那幾隻吧 這邊還有天然鳥啊還有什麼的 這邊還有 珍果球 我們再來一個一個來出來看一下吧 他這一次的更新真的加了很多啦 跟之前比起來就是很多的神奇寶貝 那天然雀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一般版的天然雀以及 閃光板的天然雀 所以他到時候是不是在天空上面看到他們 他們會不會飛啊 這小小隻應該會飛吧 應該是吧 那他閃光板 跟一般版好像 差別不大在這邊這樣子看起來差別不大右邊這個是閃光板 左邊這個是一般版 差別看來 真的不大 他的模型是沒變是不是 差別看來真的 真的好小 天然雀把他收起來了天然雀就是這樣子然後再來是天然鳥的部分 天然鳥這個真的 我怎麼記得他以前叫印第安鳥 是我的 是我記錯了嗎還是什麼 反正左邊這一隻是一般版右邊這一隻是閃光板 然後他們的顏色差別好像真的 喔這是閃光板的好像都是比較偏黃 這一次閃光板好像都會偏黃一點 對 這一次閃光板都會偏黃一點 他們可以騎嗎 不能 他們甚至好像翅膀也都不會打開的 他能把他們引誘過來看看 啊 啊引誘失敗了 不過他剛剛好像要衝的時候他的翅膀還沒有打開 我看這個翅膀好像也不會有打開的意思 可能不會飛因為我對他點右鍵我也不能騎在他身上 我們把他看完之後我們來看真果球吧 這個是一般版的以及閃光板的真果球 真果球能騎嗎真果球一樣不能騎的 那真果球的話 那就是一顆眼睛露出來在外面然後 全身看起來怪怪的 真的這次閃光板都是偏黃的 上次閃光板都是偏粉的 這次閃光板都是偏黃的 這次閃光板就是一般版 真果球就是這個樣子好像也不是太特別喔 大家應該也沒什麼比較沒興趣的 其實是我 其實是我個人沒什麼興趣好再來是這個佛烈托斯 拿出來佛烈托斯拿出來 然後虎虎 虎虎也出來一下 虎虎 然後最後呢是雪拉比壓軸好戲啊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這個吧 嘿出來吧 佛烈托斯哇喔 哇喔 那個是一般版的那這個是閃光板閃光板真的偏黃 他們都不能騎 怎麼這一次更新的新加的神奇保育都不能騎他們背上的呢 他看起來真的是我覺得他的名字叫虎虎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他有像那個虎嘴一樣的東西 他們兩個對視了我們來看看他們 他的 他的眼睛好像有點在 發光還是反光的樣子 好像有一點感覺的存在喔 然後佛烈托斯他到底本來 代表的是什麼東西啊 是一種假殼嗎還是什麼 呵呵 不管反正這一次他加了真的是蠻多東西了我們再把他收回來吧然後我們再來看虎虎 虎虎的話其實他很像 很像是烏龜啊可是就是場景龜這個樣子然後但是呢 他背上又有一些洞 這樣子 可以露出來他們兩個好像真的也沒什麼差別 閃光板是這邊這一個 他們好會跑先叫回來 再跑再跑 再丟 在左邊的上面雖然顯示他們的顏色是有差別的可是在 這邊大家看他 旁邊是有散發那個閃光所以他是閃光板 那他看起來就跟一般版是沒有兩樣可能是現在這個 模型的關係吧他模型的關係可能真的好像沒差多少 不曉得是 不曉得怎麼回事啊 這個 好吧 我們不管了虎虎也介紹完了之後呢就是最後的壓軸好戲雪拉比啦 他也一樣會有一般版跟閃光板 這個就是雪拉比 閃光板是粉系的耶好棒喔 大家一定覺得很夢幻對不對 因為他原本看起來的樣子就已經很夢幻了然後又再變成 這種粉色系的 哇 不過這個也是粉綠啊 天啊 看起來真的好可愛啊 好棒喔 雪拉比耶 雪拉比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雪拉比我們的雪拉比他有什麼技能 他有寄生種子 命中率90% 在每回合吸取然後治療鈴聲 恢復我方全隊的異常狀態 神秘護身 不會陷入異常狀態 啊 無法使用回復HP的技能啊什麼的 所以他唯一的攻擊技能就是這個 我們來看下一隻閃光板這是什麼樣的 他也都要有一個魔法葉OK 自然之恩 OK有個魔法葉可以用來攻擊了 那他是屬於潮系以及超能力系的嘛 這大家應該也都知道的 那雪拉比呢是不能騎的啊 天啊真的是 不過他這次加入了這個雪拉比之後呢 那好像金銀版的神獸的部分好像就只差 鳳凰了 不知道是不是鳳凰要做起來對他們來說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他也沒有把它做出來還是怎樣 不過我想他一定有努力的在做畢竟 看起來就只差鳳凰了吧應該是 應該是只差鳳凰然後就可以 金銀版本就可以完完全全達成了 話說我以前在玩金銀版本的時候好像還沒有得過雪拉比 結果在這邊居然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看到他 真是太棒了 而且還有他的閃光版本 天啊 所以大家只要記住喔你要 叫他出來的話後面只要多加一個S就行了 後面空格多加一個S就是叫出那個閃光版的 所以我現在身上是滿的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他 他就是閃光滿的OK 好啦那這一次的話呢 他有更新的也就是這一些 他就是新家這一些神奇寶貝喔 最重要的當然是雪拉比 其他的都還好 比較重要是雪拉比我們 來個合照吧 雪拉比 雪拉比 雪拉比在那邊轉圈圈了 好啦那這是這一次的更新囉 他看來好像那個什麼還沒有什麼太多重大的更新出來但是 神奇寶貝都是添加了不少啊所以也許 我也不知道也 也許再過個幾個版本吧 再過個幾個版本之後 我就可以再來玩一次神奇寶貝生存 那時候請大家進行期待喔 那這一集就介紹先到這裡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雪拉比雪拉比也跟大家說聲掰掰喔 掰掰 掰掰